得了 没事儿吧 没事儿 怎么了 他们呢 朝伟跟局长在办公室 他好像有点儿情绪 回来吧 见到贵俊鸣了 见到了 他一直都躲在凌川 从来没有离开过 你不是有话要说吗 也没什么 就是跟凌鸣打个招 我能力有限 干不了我最终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不会就因为 你有你的做事风格 我能力有限 所有的做事原则 我不希望我身边任何人 出现任何危险 我跟领导说过了 我明天调回市里面 以后咱们两个干个的 互不干扰 好自为之 我在电话里不是已经说过了吗 我这么做 纯粹就是为了建策顾俊鸣 行了 你也别说了 不管处举原则 不管案件多么复杂 一个人单枪匹马就是干 局里面应该给你颁个奖 就我们像一群傻家 在外面找你一夜 我们接到枪击电话的时候 都远去给你收拾 你问一下吗 他在路上的时候 都差点抓到人你知道吗 今天的确是我的问题 但顾俊鸣这个人非常的谨慎 你也是知道 不管危险不危险 今天是你 明天呢 明天是外面哪个兄弟 我们不是应该好好策划 把人抓回来吗 你知不知道你见了什么人 再逃杀人犯 你一个女的什么都不带 今天是特殊情况 再说我是警察 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也知道怎么来保护自己 你觉得警察就是无所不能的吗 你们在贵州呢 你们在贵州的时候 是不是也出事了 你出不出事跟我没关系 我只希望我身边的人平平安安的 行吧 行吧 你可以走了 你可以走了 你把今天这个情况 原原本本地写文报告给我 去吧 局长 林队 有林子安的线索了 我可以带她 去吧 我可以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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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边说还需要协调 我感觉啊 有点复杂 老大 你和赵伟 专心开你的车 游轮即将出发 请各位乘客 带好自己的随身补品 抓紧时间登船 游轮即将出发 请各位乘客 带好自己的随身补品 抓紧时间登船 车长 车长 副总舱门检查完毕 可以走了 射跳板 飞车 右进衣 双进衣 等一下 等一下 您好 我们是公安局的 现在有紧急任务需要上船 麻烦配合我们一下 咱们玩就要开则了 我也坐不了住 你们找领导吧 你们领导在哪儿 我也不知道吧 你们船长叫什么 什么 你们船长叫什么 赵伟峰船长 赵伟峰船长 我是刑警队林语红 现在有一名非常重要的 嫌疑犯在你船上 我们现在需要上船 对他实施抓捕 希望你能配合 赵伟峰船长 现在有一名非常重要的 嫌疑犯在你船上 我们现在需要上船 对他实施抓捕 希望你能配合 谢谢 就这儿 没有啊 东西还在 有事吗 有事吗 我是林警官 你是林警官 我是林警官 我们见过面 发生什么事情了 什么事 身份证号码是我的没错 但是这几天我都在江上 采盲公司的旅游项 连回家的时间都没有 不过照你们这么一说 应该是今年四月份 我刺激把我钱包弄丢了 当时我也没多想 就去补了一张 你们说的那个人 可能就是那个时候 捡到了我的身份证吧 这凶手杀了很多人吗 目前我们还在调查 对了 上个月 我跟老魏碰面的时候还聊起你 回头我们一起吃个饭吧 我们见了林子安 不是她 凶手 应该是捡了她的身份证 你走不了了吧 我们见了林子安 我想走就一定能做掉 我想走就一定能做掉 我知道 你也是担心我出事 林子安 你想多了吧 他们把你昨天晚上的事 都告诉我了 大城市来的人 大城市来的人 就是会享受 他们跟我说 你从前有个同事受伤的事 是叫邱彪吧 他现在怎么样了 事务员 事务员 那天他大班单软静一点 就不会从罗上睡觉去 大部队其实都已经赶到了 他飞翔那八分钟 一个人跟三明飞同干 一家四口 最大的小孩才四岁 你说这一家怎么过呀 我理解大家都着急破案 但真的值得一个案子 把自己命送掉吗 你怎么着急破案子 昨天晚上的事 我保证不会再发生了 你不用跟我保证 应该跟你自己保证 跟你家人保证 跟你爸保证 这案子刚有点没梦 你就要走吗 大家挺需要你的 昨天中枪那服务员怎么样 昨天中枪那服务员怎么样 听说挨在昏迷中 具体什么情况我也不太清楚 不认识 酒店有线索吗 问了服务员 说那个凶手一直都戴着帽子 具体长什么样子 他们也不清楚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凶手的年龄 大概是五六十左右 不认识 走 去档医院 他中枪的部位 正好是头部的这个位置 幸运的是 没有直接伤到大脑 刚好从边上 穿了过去 而且救护车 在到达现场的时候 他的伤口 已经进行了简单的爆炸 没有出太多的血 不然的话 肯定是忘了 哎 大夫 你是说救护车到达宾馆的时候 已经有人给他包扎了 是啊 当然了 也就是最简单 辅助性地指了一下血 宾馆老板说救护车到达之前 没有人进过那房间 这个我就不清楚了 那只剩凶手一个人在里面 他什么时候能行 这个不好说 子弹现在是已经取出来了 不过由你受伤的部位 比较特殊 这就得看他自己身体的反应了 现在整个县城 除了长厅老街那一带之外 几乎哪儿哪儿都是监控 他偏偏选择 住在那一边 一定是经过精心计划过的 要不然外边的监控肯定能拍到他 熊肉一定是本地人 而且对咱们这儿特首 按照顾具铭的说法 当初在选秀节目中 正是赵长松 把胡怡婷的艳照给了他 让他发出去 所以就造成了顾具铭 五年前被人陷害 这几个受害者 无论是赵长松 李佳佳 李子欣 还是周灿 都和这个选秀节目息息相关 可冯丽萍和这个节目有什么关系 他当时不是在广州吗 我们联系了他男人 零七年到一二年这几年 冯丽萍一直都在中管打工 如果他男人说的是真的话 那么他不可能 和零九年的选秀不联系 那男人现在在哪 中管 我通知了他 他很快就会回来 他家还有什么别人吗 就一个儿子在西安读大学 我了解了一下他家庭情况 家里边条件很差 两口子靠打工供日子读书 各位邻居都说 他们都是勤劳本分的 不像是会惹事的 你们看啊 冯丽萍中枪之后 如果真是凶手给他爆炸的 那就说明凶手的目的 并不是要杀他 而且他和选秀节目 又没什么关系 这样他中枪会不会是 是因为巧合或者意外 根据冯丽萍的重枪位置 和距离判断 他肯定见过凶手 所以冯丽萍这边 还得继续跟进 选秀呢 那边情况怎么样 我问了一圈 特别地奇怪 能问的人口径都一模一样 他们对节目是谁做的 都说不知道 感觉是跟商量好了一样 胡怡婷家呢 他老家在新义 他父亲胡海峰 在他七岁的时候 就开货车 翻车 摔死了 他母亲胡小梅 没过多久也改家了 他们家还有别人吗 再老一辈子都不在了 他妈改家去了哪儿 能联系上吗 户口布上的地址是在凤洁 但是我联系了那边 暂时还没有回 林队 胡怡婷他妈根本就没在凤洁 他们一家前年就搬回来了 他人现在就在临船 我让我带着 重量 员 这真是无笑没 无效吗 他以前不是教书的吗 怎么现在干这个了 人生就是这样 有血有弱啊 要不我去看看 好 来 慢点 什么 您好 韩先生是吧 没事我们公安局的过来问几个问题 发生什么事了吗 没事 我们了解一下情况 不用紧张 你们俩回屋啊 这什么人呢 这很重要吗 这个您认识吧 这个 这个不是前段时间坐车出事那个女的吗 认识吧 西文里播的呀 其他几个呢 我认识 你再看看这张照片 你们这些照片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这个你就不用管了 好好回答问题 这个就是坐车出事那个李佳佳 这个就是周灿 三年前突然失踪了至今没有一点消息 远处这个就是赵长松和李佳佳一起出事那个司机 还有这个李子欣 五年前被人同死在一家酒店里 同一张照片这么多人出事 这应该不是巧合吧 而且有人指出这些人所发生的事情跟你女儿的死有关 真的不认识啊 你女儿参加选秀的时候 这几个女孩子可是都在啊 难道你一个都不认识一个都没见过 好 这都多少年了呀 再说当时我也不在 那你在哪儿 湖北 你女儿出事的时候你在湖北 当时我们在那边做生意 那她为什么出事啊 这具体 具体我也不清楚 你女儿出这么大的事你不清楚啊 知道又有什么用啊 你女儿的死 是不是和什么人有关系啊 什么人啊 你说呢 这怎么 这怎么 你们是怀疑我把他们给弄死的 是吗 如果小婷的死跟他们都有关系 我倒真希望把他们杀了 那个时候你们结婚了吗 那个时候你们结婚了吗 结了 胡怡婷出事的事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知道多少 我刚跟你们说过 当初我们是在湖北 对 你再认认这个 能认出是谁吗 这黑乎乎的什么呀这个 看不清楚 吴小梅和她现在的老公韩红亮 结婚的时间是2006年 也就是选秀节目之前的三年 当时胡怡婷十六岁 根据韩红亮当时邻居的说法 当初胡怡婷大部分时间 都在重庆读书 和他们两个基本上没生活在一起 至于说她和她继父 韩红亮的关系如何 目前还不大清楚 对了 我查了一下近来 吴小梅和韩红亮的银行流水记录 没有发现大笔的支出 或者大笔的取款 所以说我觉得他们花钱买凶的 可能性不大 而且李佳佳还有张长松 被害前后这段时间 吴小梅 韩红亮都是正常上下班 没有什么异常 初步看起来 他们好像跟这件事没有什么关系 吴小梅她娘家人 娘家就一哥哥一妹妹 哥哥吴念生了一四年就病死了 妹妹从小被抱养出去了 十九岁之后嫁到了山东 但是他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联系 你觉得呢 我觉得吴小梅看照片的时候表情不太对 她应该认识凶手 小薇 你重点查一下 胡怡婷在重庆读书期间 她有没有男朋友或者闺蜜之类 关系比较近的 好 对 老大 射杀旅店服务员冯丽萍那个人的 DNA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 和杀害李佳佳上航送的完全吻合 喂 您好 老哥 找你的 喂 你好 我是马静 你好 马警官 我是电视台的黄碧 黄主任啊 什么事 是这样 这两天我们有一位台里的老领导从国外回来 顺便来了趟凌川 我今天上午跟她聊起了十年前选秀的事 她好像还记得一些东西 不知道对你们有没有什么帮助 那太好了 她现在在哪儿 她现在已经回酒店去收拾东西去了 今天下午又陪加拿拿 什么酒店 其实啊 那个全民偶像 根本就不是我们台里做的 可以说跟我们台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时是外面的一家叫 叫 叫什么公司 反正是他们做的 我们只是拿了他的广告 负责帮他播广告而已 听说他们找您做个顾问啊 谈不上顾问 只是去走走过场而已 您看看 这个女孩您还有印象吗 自杀那个女孩 你知道她为什么自杀吗 为什么自杀 这个我确实不清楚 但是在她自杀头一天晚上 我收到她这张照片 什么样的照片 这个 验照 你当时收到的是打印出来的还是 财新发的 是我一同事发给我的 当时大家知道这个消息就都震惊了 听他们说啊 胡怡婷为了当冠军 想当那个大明星 就和那几个搞节目的 哎呀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 所以才有了这些照片 这些照片 这个节目具体是哪些人负责的 您还有印象吗 具体 当时啊是我们那个老台上找我 让我过去帮忙 所以具体哪个负责 我不清楚 哎呀 总之啊 总之啊 在那个时候 那几个女孩对这件事 特别地看重 都想出人头地 一步登天 也难怪 当时在我们那个小地方 特别是当地的女孩子 如果家里不支持读书的话 那她这一辈子 一眼就看到头了 所以有这么好的机会 大家都想抓住啊 您见过他们的父母吗 见过啊 好像是她母亲吧 一直都在啊 胡怡婷参加整个节目的过程 她都在 她都在啊 是她吗 是她 当时她的爸爸 好像已经不在了 所以就一直是她妈妈 陪着她参加这个节目的 而且胡怡婷自杀那天 她妈妈也在啊 这个印象我挺深的啊 那天啊 那天啊 这个雨啊 下得特别地大 你冷静点知道吗 不管发生什么 我们都可以解决的 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吗 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可以吗 你叫胡怡婷是不是 你参加过学秀 你想当大明星对不对 我让你的家人过来 你把他们的电话告诉我 我要他们过来 可以吗 你别过来 后退 叫他们的后退 叫他们的后退 小婷 小婷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你别过来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呀 啊 跟我说 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好不好 啊 你要做什么 啊 你告诉我呀 放开 来不及呢 到底怎么回事 你快下来 Kubo 阿玉 大月 你出来 垂圆 子 垂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真羡慕着老刘 想吃多少吃多少 不不用想减肥的事吧 哼 我都有独代岁数了 哪有心思想这些 怎么 有心事啊 我二姑 给我接会儿一姑娘 让我明天请假去看看 这恐怕 又要回你一门亲事了 有照片吗 来 我看看 还行 干咱们这差事啊 没办法 就这样 他这是要走的 嗯 这个点儿 早了点儿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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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进去看看 对讲 我进去看看 我进去看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老刘 快去坐门 一股站出席 一股站站站站 快 怎么样 这里全是穿白大腕 看鞋 白色的 白色的运动鞋 看到了 是他吗 老师 这个人最多三十岁出头 要不要拦下他 先把车牌记下来 咱们先回去 别让五角没发现 明白 你稍等啊 林队 小米 喂 小米 是我 喂 林队 谷怡婷他们那张合影上 最后一个女孩 李思琪找到了 她人还在 对 现在在二中上班 一直在那边教音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我是刑警队的林语红 这是我的同事赵伟 你好 你这是快要升了吧 快了 九个月了 算是快要熬到头了 那你可得小心啊 这个时候还开车 她工作也忙 没办法 娘家您县城近吗 不算呀 但就是山路有点绕吧 经常回去啊 还好 回去几天了 就三四天吧 你就是处理李佳佳案子的那个警察吧 我在新闻里见到过你 你跟李佳佳熟吗 我们以前一起参加过一个节目 你们不会为了这个来的吧 你知道李佳佳为什么会出事吗 不是那个姓周 还是姓赵的网约司机吗 这个 就是那个司机的照片 认识过了 十年前你们参加的那个节目 他就是其中一个负责人的司机 你没印象 都十年了 就算当时见过 也没有印象 时间是挺久的了 十年了 胡怡婷你还记得吗 一起跟你参加选秀比赛的 有印象吗 你们怎么突然提起他啊 我们查到当年有一些情况 他是跳江自杀的对吗 你还记得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 我听过他的一些传言 什么传言 他们说他当时为了拿冠军 做了一些出国的事情 也拍了照片 什么照片 你看过吗 那些照片是谁拍的你知道吗 你还记得不得了 当时那个节目 是不是对你们的诱惑力挺大的 当时年纪小嘛 很多事情也不懂 那是个正规节目吗 有没有什么内幕之类的 节目所提过什么不正当的要求吗 签约 拍照 或者拿钱之类的没有 当时竞争大吗 菜类主之间关操 不得了 麻烦你再好好想一想 胡怡婷当时自杀 和其他人有什么关系吗 比如李佳佳 或者 你们其他什么人 等等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不是说好了 你们不是来就是简单地了解一下 我先听我们把话说完好吗 我记得当时胡怡婷的死 跟任何人有关系 这是胡怡婷 十年前 也就是09年跟你一起参加比赛 因为你所知道的燕照流出 最后选择跳江自杀 这是李子行 五年前 2014年3月14号 接到一名记者电话 去了县城的惠人酒店 在房间内被刀捅死 而那名记者 就是你们比赛当中的一名宣传 周灿 2016年12月份 准备跟男朋友去杭州 从此没有音信 他的电话 信用卡 身份证再也没有被人使用过 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 他应该也于寒 李佳佳 这个你们应该都很清楚吧 网约社被寒 而杀他的人并不是赵长松 他跟赵长松一样都是受害人 而赵长松就是当时你们比赛 其中一名负责人的司机 你们 这是什么意思啊 胡怡婷自杀之后 选秀节目最后留下的那几个人 除了你之外 其余所有的人 都出事了 你们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我们只是希望你如实告诉我们 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真的不知道 胡怡婷为什么会拍那样的照片 我都说过 是不是有人强迫她 那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说了她当时 你们是不是所有的人 都拍了那样的照片 没有 节目组有人逼你们嘛 那你们为什么拍呢 拍我说过了没拍 我为什么要骗你们 我为什么要骗你们 这个人你见过吗 你确定吗 没有 没见过 她看上去还挺斯文的 我倒是觉得她没跟我们说实话 而且我敢肯定 她老公也一直被她蒙在鼓里 你觉得她有所隐瞒 也有可能 她的确是什么也不知道 你有注意她看照片 说我的表情吗 我觉得她认识凶手 如果她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她也有可能 是潜在的被害对象 那你觉得凶手还会杀人 为什么不能 来啊 吃了吗 吃了 林队啊 我已经查过了 吴小梅去那家餐馆见的那个男的 是她哥吴念生的独子吴小军 那她跟胡卫廷不是表兄妹关系啊 对啊 吴小军的父母都已经去世了 之前 她也在重庆读过书 但是啊 高中没有毕业 就辍学回到了凌川 前些年呢 还开了一个小面馆 后来倒闭了 就一直留在那家餐馆打工 不过我问过那个餐厅的老板 说李佳佳出事的当天 她一直都在正常上下班 没有任何异常 她家还有别人吗 就她一个人 她回厅关系好吗 还说不清楚 不过她的年龄 身高 体型 都和这个凶手对不上 再说她也没什么钱 就更谈不上我 花钱去雇凶杀人哪 吴小军现在住哪儿 就住在那家餐馆 附近的一栋居民楼 租的是个单间 她一个人住 一个人 她多大 三十一了 结婚了吗 没有 老刘 得盯一下这个吴小军 好 我马上安排人 听说嫂子病又犯了 没事 老毛病了 安排好了回家一趟吧 有事说一声 好 那我去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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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老大 李思琪和她老公王文杰 在李佳佳出事的时候 都在家里 大家旁边监控表得很清楚 这个李思琪在大学上 毕业之后 在苏州待了一年 就回来考了教室资格证 之后一直在二中当老师 她老公王文杰也是二中的老师 两个人是工作中认识的 前年九月份接到晚 王文杰 家里条件比较好 父母都是干实业的 小两口 两个月前刚买了台新车 看起来没什么问题 不像会是反射的人 知道了 怎么样 还挺得住吧 我没事 你先睡会儿 明天早上 难度约一下李思琪老公 让她多注意一下李思琪的更任安全 好 有点吗 怕她会儿 没什么事 没什么事 不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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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 一样不然不想 老样子 没什么 说完你要不睡一会儿 我盯着呢 好吃吗 牙不睡 有事啊 那个 这边那个大姐 叫你们过去吃饭 咳 咳 怎么着 饿吗 你们也够辛苦的啊 香就要吃吧 按着查得怎么样啊 慢慢查吧 你呢 生意好吗 老样 饿不死了 吴姐 我听说你女儿当时出事的时候 你不在湖北 对吗 你在哪儿 在这儿 你女儿当时为什么自杀 我们已经知道了 你能跟我说说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她在市里读书 她在市里读书 选秋是 我先知道的 是我把她叫回来参加的 她在学校最好的 选秋这儿呢 也是各个方面最好的 我是想让她 拿个大奖 成为一个大明星 这样她的生活 跟我们不一样 我说 我说 当时那些照片的事 你知道那些照片的事吗 不知道 像你这么说 你女儿那么优秀 为什么谈那条照片呢 她从来没跟你提起过 当初认识我们的人 都可羡慕我们了 她用另一种眼光看着我们 真的就像是 朝廷突然有一天晚上跟我说 不想去参加这个选秀节目了 我就问她为什么 她又不说 好了 我们俩说了很多 后来我们俩说了很多 说着说着 差一点吵起来 最后她还是听我的话 回去继续参加那选秀 她当时要是没听我的 是我把她给 记在绝路上的 老板 老板 嗯 买点什么呀 买点排骨 好 一点吵 两个人 冷却 你怎么还没走 我联系了一下 胡怡婷在重庆读书时候的班主任 还有几个同学 他们说当时胡怡婷有个男朋友 叫韩泽 不过这个人哪 在胡怡婷出事的前后 都没有来过临川 行 我知道了 你赶紧回去休息吧 林队 我还对比了周灿和李子欣的通讯录 发现他们有好几个共同联系人 其中有一个女的 在李子欣出事的当天 还跟她联系过好几次 我觉得她很有可能知道 李子欣当时的事 不过这个人的手机号啊 在李子欣出事两个月之后 就停用了 然后我拖了点关系 找到了她 这么晚你怎么过来了 我找到一个 当那李子欣案的镇人人 在哪儿 就在这儿 其实子欣出事那天 我一直劝她不要去 可她就是不听我的 你当初的口供上说 凶手又给李子欣打电话 还在电话里边提到过 什么秘密 指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具体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 你知道李子欣 之前参加了一个选秀比赛吗 她出事 真的跟选秀有关 怎么了 有问题吗 一个选秀我也参加过 你也参加过 那个选秀我也参加过 而且我还是前五名中的一个 前五名不是胡怡婷 李佳佳 我退出了 你手上那张照片 也是后来才拍的 你为什么要退出我 因为那个比赛有问题 有什么问题 我们进入前五名以后 有一个庆功宴 那个时候我们被带到了一个旅游区 说是一场封闭的培训 所有家属都不能够参与 可有一天 我们突然被要求穿那种 很暴露的比基尼表演 我记得那天晚上至少得来了有一两百人 而且很多人一看就是那种 有钱有势的 很多人来的时候甚至就已经喝得烂醉了 我们节目组的平稳也一直跟他们喝酒 他们还一直跟我们说 那是展示我们自己的好机会 让我们懂得如何牺牲之类的话 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其他人有知道这些吗 我不知道 我记得那天晚上我们每个人都被灌了很多酒 周餐一直在吐 那些比我发还老的男人们一直搂着我们聊天 手还不停地乱摸 所以酒会还没有结束的时候 我就已经跟他们搭吵了起来 我 记得当时有一个满脸胡子的大秃头 当着所有人的面狠狠扇了我几个耳光 说 我不懂得珍惜机会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我当时就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后来我就先去大巴车上休息了 我哭得很厉害 是胡怡婷一直在安慰我 她当时跟我说过 其实她也想退出的 可谁知道到最后 真正退出的只有我 其他人都留下来 胡怡婷没有退出是因为她妈 她妈希望她留下来 妈 你跟我说过艳造的事 这体什么情况 胡怡婷不是那样的人 她不会做那样的事的 她是我们几个人当中 唯一在市里读书的 她懂的东西比我们都多 她的长相 才艺 各个方面比我们都要优秀 按照当时的比赛来说她就是冠军 她根本就不需要那样做 会不会是有人逼她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 我离开之后 他们让李佳佳顶替了我的名额 我那时候跟家里的关系闹得太僵了 家人偷偷给节目组送钱 想让我再回去 虽然他们说是为了我好 但我当时觉得 他们就是满足自己的虚荣心 所以我一生气 自己去东方玩了好几个礼拜 可是等我回来的时候 我一听就已经出事了 节目也停掉了 那之后 李子欣也没跟你说过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子欣只是告诉我 不要靠近李佳佳 她说李佳佳是一个不择手段的人 她有跟你说过李佳佳怎么不择手段 当时节目的主办方是些什么人 你知道吗 都是一些本地的大老板 主要还是咱们先 有认识的吗 你们知道这个酒店的老板是谁吗 叫什么 林子安 赵长松跟了我差不多一年多一点吧 确实是在选秀那段时间 这一年 具体是什么时候怎么的 我就不记得了 胡怡婷 李子欣 周灿 李佳佳这些人 都不谋生吧 他们就在这个节目 你刺激跟他们一起出事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当时我也觉得奇怪 但是我确实很忙 没有时间去管 林老板 你做过什么 我们了解得一清二楚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从来都不会做犯法的事情 没有吗 你们要我配合调查 我也配合调查 你们还想怎么样 难道你们以为 他们是我杀的吗 如果你们真的不相信的话 如果你们真的不相信的话 可以问一下你们局长 问一下老薇 他们都了解我 好啊 说说当年选秀的事 搞一下文艺事业 栽培一下本土明星 不是很好吗 你搞到这个选秀出了那么多事 你是培养本土明星 你想清楚才说 还有什么好想的 林总 不管这些事情跟你有没有关系 但这些人 都是因为你这个选秀节目 才出事的 难道你的心里 就没有一丝的愧疚吗 说说吧 胡怡婷那些照片的事 我真的不知道 这都是他们的私事 你不知道 我搞一个活动有多忙多累 你觉得我还有时间和精力 去管那些吗 我听说你们在比赛期间 还做了比基尼派对是吗 比基尼派对只是个商业平台 当时大家都知道我要搞这个选秀 我只是利用那个商业平台 拿一下新的客户 赞助 就那么简单 跟你们说的那些照片是两码事 当时有哪些人参加了那个派对 对 这个不好说啊 不好说 怕出事 胡怡婷出事之前 你有收到过那些验照吗 你怎么处理的 我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这事儿 我都不知道从哪开始 你司机把所有照片给了一个 叫顾俊明的记者 你知道吗 你要赵长松干的吗 这事儿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当时我也问过长松 长松也说不是他干的 后来 我觉得把他留在公司 会带来很多麻烦 所以我就把他开了 其他的 我都不知道 林队 如果你们还不相信我的话 你可以回家问你老公 当时这个节目 他也投了钱 你干吗呢 你干吗呢 我金语不太方便嘛 要不你先跟他聊一会儿 这会儿你又不坚持出警原则了 我这些天联系里的无数死云家反应 你现在一见面 就来质问我十年前的事情 我都跟你说了要赶子豪开学的时间 到底是你儿子重要 还是你那个破事重要 胡怡婷 李子欣 李佳佳 赵长松 现在已经四条人命了 再加上生死未博的周灿 全都是因为你搞的那些 不入流的选修节目才出事的 你现在却跟我说这只是破事 我说了我不知道当时的事情 都是林子安操作 我只是投了点钱 而且很少 具体我也没有过问 但是我也没有时间 你去了那个派对吗 去了吗 我投钱纯粹是为了维护关系 我们都是九州上做的决定 也没有仔细研究 所以你也收到过那些照片是吧 什么照片 验照 胡怡婷的验照 我当时就警告林子安了 让他马上把这事处理好 他怎么处理的 我哪知道 应该就是正常的 这事处理好 见过吗 根据这个宣经能判断出是谁吗 这我哪认得出来 这什么人 凶手 我们单独说两句 我现在没时间 走了 不是我赶时间 是我们的儿子 为什么你会 你觉得呢 你觉得呢 我哪知道 先生我不接条 差不多吧 真的假的呀 那冷大呢还是孤身呢 你看我是冷大还是孤身啊 我 孤身 我没工作 其实 我不太会照顾家里 我什么都不会做 你儿子挺可爱的 喂 老大 李家被杀的第一县长找到了 在哪儿 老城南风小区 就是赵航松被杀的那栋楼 老家他们呢 他在路上 有人在堵车 李家家当时就被关在赵航松 被杀屋子楼上的那个房间 那边 这家伙胆也太肥了吧 林队 这是在里面找到的衣服 刚刚跟李家家家里确认过了 就是他遇害那天穿的外套 好 林队 里面 第一次 我去找到的衣服 对 我去找到的衣服 他在这里 那里 我去找到衣服 他在这里 他在那里 他在这里 我去找到衣服 他去找到衣服 他在北京 有一位 安法当晚你们在通电话的时候 他还在去失去的国道上 从那 到这儿的距离不算很近 那他为什么花那么大力气 把他们弄到这儿来 这个地方肯定是凶手精心挑选的 他一开始就计划好 要把赵长松和李佳佳带到这儿来 他有明样的目的 就是不要一下子弄死他们 如果他一开始就用对赵长松那种迷药的话 李佳佳不可能有机会给他朋友发求救短信 那他岂不是有更充足的时间 制造出一场完美的工业车谋删案的假象 他为什么不这么干呢 这家伙显然就是个变态 他还拍的呢 他还拍的呢 有一种可能 他是故意的 什么意思啊 让李佳佳有机会给他的朋友发求救短信 故意接听我的电话 还跟我聊了很久 出事之后 他又冒险开着赵长松的车出去被人发现 甚至专门还挑选了网约车这种方式 你的意思他设计好的 为什么 凶手的目的 根本就不是为了隐藏真相 更好像是故意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甚至怀疑案发当晚李佳佳 根本就没有发出那条求救短信 那个短信 说不定就是凶手 自己发的 你是李佳佳的朋友 是 车主叫什么名字 赵长松 他为什么要这么干 包括后面他接你电话 难道就是为了好玩 不 他接电话 是因为车上还有别人 赵长松 你是不是在医院 拉了一名女性乘客 他在你车上吗 这什么声音 喂 赵长松 你在干什么 我不管你想干什么 你现在停手还来得及 听到没有 赵长松 你还在听吗 你这样人想跟你说话 你要让他们说话 赵长松 赵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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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多 controllers 就得到过去 你要找他 什么人 这些带上 把你带上 这儿 你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 他在带上 你那些人 我没有想干 除非他跟我们一样 也想搞清楚当年的事 我真的不知道 不是我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刘队 嫂子情况怎么样 坐着还好 就是一站起来走路腾都不行 那得去院看看 算了吧 俩孩子都劝不动 我说了就更不管用了 现在能坚持吃防三高的药 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老刘 能走开一两天吗 我让我妹去家里就行了 说吧 什么事 我想让你去趟市里 行 明日早就去 不 现在就早 行 好 我准备一下 你怎么来了 就你问了 给你打电话又不接 宾馆中枪的冯丽萍她男人今天胡料 你要不要见一见 他人在哪 现在已经到医院了 小马去李思琪家了吗 那边情况怎么样 她男人王文杰很担心她现在的情况 说愿意配合我们后面的所有调查 我实在是想不通 她怎么还会遇上这种事啊 我们这一辈子 也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啊 也没得罪过什么人啊 我让她跟我一起出去 她非要留在这儿 现在好了 我实在是想不通 承文你平时在深圳做什么呀 就和几个老乡一起 在那边干活 做工地混零土 那你属于常年在外面打工啊 你们结婚多久了呀 三十几天了吧 八四天结了婚 那挺久的 胡怡婷出事的时候 你爱人有跟你提起过她吗 胡什么 你不认识啊 你说 胡什么 胡怡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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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不认识 零八零九年的时候你们在家吗 应该不在 我可是零四年就说去啊 她也是头两天前回来的 赵长松呢 跟你们关系好吗 赵长松 她是谁啊 她是谁啊 没事啊 那个我刚跟医生聊过了诚哥 你也别太担心 说你爱人会不太不错 应该很快就能醒来 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你爱人有可能看过开枪的凶手 如果她醒来 你第一时间跟我们联系 好的 那我先回去 喂 小卫 林队 吴小军上午接了个电话之后 就变得很奇怪 感觉她有点坐立不安 而且她今天早早就离开餐厅了 她现在在哪儿 我们正跟着呢 也不知道要去哪儿 行 有情况随时联系我 明白 这小卫到底要去哪儿啊 这小卫到底要去哪儿啊 喂 小卫 喂 吴小军好像是要去县医院 你们在哪儿 我们马上快到了 吴小军 行 你们别管了 我们就在医院 明白 直接走 别进去了 咱们也有人干吗 咱们也有人干吗 救 algunas 没有 在这里 咱们也有人干吗 ィ Э энэ 都能给自己的 先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这边还有电梯 我走了 站住 欧阳俊 你干什么 别跑 跑什么 跑 赵伟 我给你跑什么呀 衣服里藏的是什么 准备给冯丽萍的吧 为什么要给他送钱 因为意外打伤他觉得愧疚对吗 是这样吗 欧阳俊 你知道我们有的是时间等你开口 我知道开枪打伤他的人不是你 那个人是谁 我不知道 那你为什么还要送钱 谁让你去的 是你姑妈乌小梅对吗 我们看了他去银行取钱给你 是他对吗 是你 是你就是我 是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天在宾馆开枪打上冯丽萍的人是谁 是我 你觉得你能骗得了我们什么呢 拍到的监控你也看 还不准备说实话 是我请的人 你请的人 什么人 外地人 外地哪儿的 甘肃的 叫什么名字 现在人在哪儿 你指尔吴小军的说法可跟你不一样 他什么都不知道 是我自己请的人 这事跟他没关系 你刚刚不是说是你自己做的吗 你知道真正的凶手是谁对吗 你第一次看见凶手的照片 反应就不对 我就知道你认识他 说吧 他到底是谁 他是别人介绍的 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他已经走了 办完事 他已经走了 办完什么事 杀人 杀谁 李佳佳 赵长松 还有呢 其他那几个女的 这你们都知道 为什么杀他们 是他们害死了小婷 怎么害死的 周灿呢 是不是也死了 还有李子欣 也是你寝人杀的 是 李子欣怎么死的 你不是说 也是你寝人杀死的吗 他到底怎么死的 吴小妹 你到底在包庇谁 喂 林队啊 我刚见了胡怡婷当年的班主任 他说啊 胡怡婷当初在这边读书的时候 他的父母根本就没有出现过 当时他舅舅吴念生还活着 是他帮他联络的学校 可是之后跟学校联系的并不是他 而是胡怡婷的表哥吴小军 当时吴小军也在重庆 吴念生的同时说 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长沙 而吴小军却一直和胡怡婷住在一起 很难一遍 你不会怎么的 我好 杨宾 这么多的不都是 李子强 你姑妈想把手 都揽在自己身上 你知道吗 你跟胡怡婷 是普通的表兄妹关系吗 这么多年 没有出去过 没有交过女朋友 没结过婚 一直住在那样的小隔间里 都是因为她对不对 因为她比那些人优秀 所以才被逼着去派了裸照 逼着跳了河对不对 闭嘴 连死了都没个好名声 难道不应该替她抛筹 你闭嘴 你闭嘴 林队 老高那边有些新发现 让你赶紧去一趟 什么情况 我把凶手和吴小军的DNA 做了一个比对 我发现 吻合度竟然在百分之九十九点四 九十九点四 也就是说 凶手是吴小军的直系亲属 可她爸妈早死了呀 她妈九九年死在一家私人诊所 我已经联系过了 那边有明确的死亡记录 而她爸吴念神 二零一四年的时候病死的 肖虎人正是吴小军 当时没有班葬礼 根本就没人看过她尸体 真正的凶手 就是胡怡婷的舅舅 吴念神 喂 小马 去吴小军家 凶手有可能是他爸吴念神 明白 你爽 peripher的 我看是他 你爽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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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爽脊子 我爽脊子 主义脊子 我爽脊子 你爽脊子 他爽脊子 你们什么呀 他来了 怎么样 老大 人不在这儿 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知道了 不过我们在他家 找到点东西 什么东西 一些照片 吴念生和胡怡婷的照片 为什么是三万块钱 你爸为什么让你给他三万块钱 还不是我啊 我们已经做了DNA对比 杀那么多人的凶手就是你把吴念生 为什么替他小虎说他死了 他逼你的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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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人在哪儿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他刚让你给换钱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他在哪儿 不是他让我去送的 不是他让我去送的 那是谁 我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 你们怎么联系 不联系 那你为什么要让吴小舅送钱给冯丽萍 我是看到新闻 猜到的 冯丽萍是不是意外中强 你也能猜到 他跟你女儿的案子 有没有直线的关系 你也能猜到 我是打听到的 怎么打听到的 跟谁打听的 吴念生到底在哪儿 我跟你说了 我不知道 吴小梅 你可杀了多少人 你知道吗 你怎么就没劝过他 根本就劝不动他 胡怡婷 胡怡婷在重庆读书的时候 是不是一直住在舅舅家里 我知道胡怡婷的死 对你们家庭影响很大 但是现在死了那么多的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 每个家庭都被这件事情所影响 如果我们找不到吴念生 他是不会停手的 他还会继续作案 继续杀人 你知道吗 我哥不会乱杀人的 我相信他 他不是那样的人 你知道吗 他不是小婷的舅舅 他才是小婷的爸爸 吴念生是胡怡婷的爸爸 小军是他们的大儿子 我嫂子怀小婷的时候 计划顺利抓得严 和那个时候好多人 为了夺这罚款 都回老家了 我哥和嫂子 要回老家了 我们家里 也什么也没有 后来我嫂子就在一个山洞里面 生的小婷 当时那山口没处理好就感染了 后来没过多久我嫂子就死了 为了夺罚款 把小婷登记在我名下 所以她从小啊 管我哥叫秋秋 她已经习惯了 那十年前 胡怡婷参加选秀的时候 你哥在不在凌川 当时我哥是在一个室里 一家装修公司上班 让小婷回来参加这个节目 从最是我的意见 开始我哥还不同意 他胆小怕事 后来我就跟我哥说 我这么好一个机会 他也就妥协了 一直到小婷出事 小婷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你别管了 跟我说 你有什么话跟我说好不好 谢谢你 小婷 有什么话 你回答 我和你 那很重要 你 听说 有什么话 有什么话 对 你 小婷从小一直叫我妈 我却记住害了她 当年胡怡婷到底经历了什么 我哥只是跟我们说 小婷是被害死的 也没说具体的什么 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就在那码头酒店 李子兴死了之后 一四年 之后你们就完全没有见过她 也不知道她在哪儿 其实知道我也不说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这一切真的都是她做的 那小婷 小婷又不忘这么多年 这么委屈 做她的女儿 做她的女儿 她的女儿 你可以走了 在哪儿 你还要睡得吗 那个与她的女儿 啊 是她的女儿 遇害后的两个月 也就是说 吴小军之前一直在给他做养活 咱们这样放了他会不会 关着他们也没用 这俩人就算是知道 什么也不会说的 小敏 林队 吴小梅和吴小军的手机通讯录里 暂时还没有查到什么可疑的号码 他们都没有存和吴念生有关的信息 转账记录呢 给明天早上才能查 还有林队 吴小梅和她老公韩宏亮住的房子 是他们自己买的 老房子已经拆了 他们名下也没有租过房 吴小军现在住的房子 也是他自己租的 他也只有这么一个地方 韩宏亮的家人 有可能帮吴念生租房子吗 暂时查到的目前没有 好 你也早点休息吧 好的 林队 你也早点休息吧 下午看到有人来找你 有事啊 法院传票 为立军准备 跟我上法庭 真自豪喽 之前就跟你说过律师的事 你不考虑考虑 要不要明天让他们过来一趟 算了吧 你自己被人起诉的事 都还得拖关系解决 我能信你 听谁说的 这点小背景 还查不到 林队还挺关心我 做过背景调查 不过我倒是想问问你啊 同时把人 你两条胳膊都打折了 你当时怎么想的 你哥们呢 是个惯犯 砖头手机 三千块钱以上手机不透 苹果手机不透 镜头便宜的 我来来回就抓了他四次 进去没多久就出来 长得挺精神 又不傻 我就想让他上场教训 结果就归人双杀了 我给我自己双杀了 听说好了之后还干这个 赔了多少钱 钱人小事 市里混不了了 咱们这儿也不错 以后就留这儿了 挺好的 先找到吴念参再说吧 虽然他死的女儿挺可怜的 但是哪一个受害者 不是别人的女儿呢 我当时看到 李杰家尸体的梦 别跟女儿绑成那样 下手还那么重 我们会抓到他的 我会抓到他 喂 您好 请问哪位打电话 喂 您好 请问是 重庆市原梦装饰有限公司吗 是啊 我们这里是 临川县公安局的 我们之前查到 有一个叫吴念参的人 在你们那里工作过 请问您能帮我查一下吗 对 09年他从重庆回来的 09年 吴念参的社保就交到09年 之后就没有了 你们在临川有分公司吗 或者销售点什么的 没有吧 现在肯定是没有 09年那会儿 你稍等我帮你查一下 喂 吴玉婷09年出事之后 吴念参再也没有回国重庆 从09年下半年 在一家装修公司 干了两年的时间 您知道11年 因为身体情况不干了 还能找到他的同事吗 之前有个关系比起好的 在临川汽车报废上 现在当保安 我正在赶过去的路上 李玉 真的记不太清楚 你再好好想想 他从来没跟你提起过 当时我们都知道 他家里有个小孩出事了 但是他这个人话很少 但你工作倒是准时出锁的 真不记得他提过什么节目 吴念参具体辞职的时间 您还有印象吗 差不多 他说差不多是11年中秋左右 他说过为什么吗 他运气不好 被车撞了 那时候身体已经不行了 被车撞了 具体什么情况你知道吗 就知道他的肝和胃都被撞了 后来也就没有关系 我听装饰公司的老板说 你们俩之前关系特别好 你还去他家帮他弄个房子是吧 你说那是山上啊 当时就是去帮帮忙 山上 山上哪儿 我看我看他很不容易 我看他这一条路 还会让他抓住 你也不有关系特别的 我看他这条路 我看他他在一个人 5分钟 他在一个人 周围就这一家 应该就是这儿的 地上还有印 先把这儿包围起来再说 大家分调心动 我进去看看 小心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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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要不要我过去看看 再等等 赵尾 您的情况怎么样 起来吧 没人 这里面东西应该都是烫的 里面还是半冬水 桌子也挺干净的 看里面这灰 应该不经常回来 这个还能够 放出来了吗 机器换 带着你拿我去确认一下 不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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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周围全是山林 根本没有 我估计他拼携就一个人在这上路 上山的路呢 如果开车的话 从山脚分路就这一条道 老六已经安排人了 只要他敢回来包转队 我可以开车 我可以开车 那里有什么东西 我可以开车 我可以开车 她在哪儿 我女儿在哪儿 我求求你们 她在哪儿 你们先跟我过来认一认 这是不是她的东西 她在哪儿 她在哪儿 林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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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机器还能用吗 机器应该是受潮了 现在也用不了 这呢 这袋才能放出来呢 像这种磁带啊 现在基本已经淘汰了 等一下我看看能不能修复 这个应该是他平时吃的药 不过标签已经被撕掉了 还没有化验处 到底是什么药 林队 祝三他妈来了 谁说要接你 老公 先换着这个 好嘞 我女儿 怎么死 根据我们初步调查 他应该是被关在地下室 犹豫饥饿 他跟我们说 他只是去浙江 他怎么会 他真想跟那男人好 也行 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样 你现在的心情啊 我们都能理解 但是眼前我们必须要搞清楚 你女儿被害的原因去经过 你仔细想想看有什么重要线索 可以提供给我们 你看 十年前 你女儿是不是参加了一个选秀节目 那个节目里有一个女孩自杀了 这件事你知道吗 周灿有跟你提过 怎么突然说起这个 我们怀疑你女儿的死 可能会跟这个有关系 凶手不仅是伤害了女女儿 她还杀害了其他三名受害者 你们查到凶手了 她是谁 她是谁 你先回答我们的问题 告诉我 她是谁 我们正在全力调查 告诉我到底谁干的 那女儿当年有伤害过她吗 赵伟 什么意思 你不是想知道真相吗 赵伟 她当年就自杀了 赵伟 她死了我女儿这个关系 现在死的是我女儿 你告诉你 你女儿是不是 赵伟够了 出去 她什么都不知道 洗了嘛 拿着就吃 不怕有农药啊 干活儿了 吴念生的资料过来了 吴念生最后一次在医院留下自己的医疗记录 是2011年的9月25号 他当时去的是中医院 根据病例上显示 他身上有多处的外伤 而且肝脏和脾脏都受伤严重 两个器官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坏死 大量的一处刑 应该是他那个工友说的车祸造成的 但是啊 还没有找到他当时的主治医生 所以具体情况还不是特别清楚 我去医院问了一下他这个病例 按照他病例上的情况 吴念生能活到现在已经很不容易了 而且也就活着几年 这起车祸应该就是吴念生作案的导火线 女儿出事 自己活不了多久 这种情况下做出任何极端手段 都是有可能的 而且医院说当时是他自己主动 放弃手术治疗 悄悄离开医院的 那应该当时就想好这么干吧 像这样的 守了两天 一直没出现 我已经让兄弟们撤了 请点赞 也让你们有着 谢谢 你们 这个警官 都把警官家的可能已经有一点了 我给你们就给你们看 好 来 我给你们看 体会儿 你 这件事 给你们看 这件事 就有一个事 空间 我给你 我给你们看 我给你们看 你 他怎么了 他最近有点心神不定的 尤其是上次跟你们聊完天之后 我也不知道 是不是要到预产期的缘故 今天早上我起床 我发现他不在家 打电话也联系不上 后来他跟我说 他早上跟他闺蜜去吃饭去了 但是我联系他闺蜜 但是人家根本就不在林川 除了这些还有别的吗 后来我还从他手机里发现 他查过关于林家家的案件的浏览记录 我没有找到一具尸体 是周灿的 就在胡怡婷的爸爸 吴念生的一座老房子里 他在三年前就遇害了 李思琪 你是不是有什么情况 没跟我们说清楚 吴婷的验照 跟你有没有关系 这两天 我们一直在面对周灿的家人 我不知道你们当年 究竟发生了什么 还有周灿 他曾经做过了什么 但是我今天看到 他爸妈还有他妹妹 那么痛心难过的样子 有没有关系 我听说当时你跟胡怡婷的关系最好 对吗 他也没有关系 我听说当时你跟胡怡婷的关系最好 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你会把人知道 这是胡怡婷的父亲 吴念参 你见过吗 胡怡婷那些照片 究竟是怎么回事 胡怡婷一直都是我们当中最好的那个 我们那个比赛要选出一个冠军 也只有一个人 可以去北京发展 当明星 出唱片 拍电影 如果不出意外 每个人就应该是她 然后呢 陈姐退赛之后 李佳佳的家里花了很多钱 把她又重新弄回来了 他们家好像把房子都给卖了 把学也退了 应该是打算一直走这条路了 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的关系就变了 我记得 那天一整天都下着大雨 白天的时候 我们被安排在舞蹈教室练务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拼命 可还是带不到老师的要求 除了胡怡婷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那天晚上 都是被罚林阵瑜 走回当时住的酒店的 佳佳 我找思琪 来一趟我房间 怎么了 怎么了 来吧 那我过去一趟 好 走 进来 进来 门门快睡 这是怎么了 还抽上烟啊 我们还能信你吗 我们还能信你吗 什么意思啊 你跟我们还是不是一伙的 当然是啊 怎么了 那你今天是什么意思 你为什么要跟胡怡婷一起练舞 那是舞蹈老师她 我们不都已经说好了孤立她吗 我们之前不都已经跟你说了吗 你就想一直这么被她压着吗 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 你们今天这是怎么了 我受够了 我问你 你为什么来参加这个比赛 那还不是像 你觉得你有机会吗 你们家现在到现在花了多少钱了 我不知道 他们也没让我知道 周三十四万 周三十四万 自信十二万 我们家到今天下午为止 已经花了三十四万了 难道我们家的钱 就应该这么败为了大水漂吗 四季 我还能再相信你 好 这么跟你说吧 我们打算把胡怡婷弄走 弄走 什么意思啊 胡怡婷在 我们这谁有机会啊 她跟我们不一样 她在大城市长大 大学什么都比我们快长的 也比我们逃巧 那些评委 看她的眼神都不一样 她在这儿一天 我们就都是炮灰 我们一点希望都没有 那你们说要把她弄走 是什么意思啊 只要她走了 我们谁都有机会 你们到底想着干嘛呀 办法我们都已经想好了 但是我们四个必须要一条心 如果我们当中出了叛徒 这些事情就不好办了 我知道你可以的 李子欣她已经同意了 现在就差你了 好 这样啊 我们四个 每个人想办法凑四千块钱 后面的事我和佳佳想办法 还有一点 这个事情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我们家里人也不行 这四千块钱是干什么 这个你不需要知道 你只要把钱凑齐了就行 我还是担心 如果我们给她拍裸照的话 会把事情闹大 裸照 你小点儿照 你们要干嘛呀 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 你只要付钱就行了 什么事你都不用干 不是 裸照打 李子欣你给我听好了 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事 我们是一条船上的人 你知道吗 你觉得你家里 花的那些钱来得容易吗 你想让你妈手上那些茧子 你爸每日没意地 像机器上来在厂子里上班 他们容易吗 你就甘心他们的钱 这样就浪费掉了呀 你就甘心这样被淘汰吗 然后去打工 当服务员 刷盘子洗吧 就让你呆在这个破地方 再也没有出头日嘛 但是 没有什么但是的了 你现在担心的 我们都已经想过了 我们 我们计划得很周全 肯定不会有事 你也可以一句话 这钱你是出还是不出 我 那我去跟我妈妈商量一下 你还是没懂啊 这事要是让他们知道了 我们就都完了 你明白吗 我们能让他走 也能让你走 那钱你给了吗 那钱你给了吗 我可以这样快点 我可不可以 我可以找到 我可以找到 你来找到 你来找到 我可以找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去哪儿了 后运睡不着 别想太多了 佳佳他们没事吧 没事 这选哥的事 那你选好了吗 没呢 你呢 我选好了 你选了什么歌啊 是一首很老的歌叫晚风 你有没有听过呀 我找给你听一下啊 你呢 那 晚风绕梦 琉璃花红 晚风从不懂 我们为何心痛 不可承受之中 都放空 不问未来过往 何去何从 多像花生微雨 随着风 心事不知所从 不认识 钱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该怎么做 你自己可考虑清楚了 我 如果我不和爸妈说的话 根本没有那么多钱 你没钱 行 我借给你 你给我写个欠条 你就算正式加入了 等时间结束之后 你再慢慢还给我 那天写完欠条之后 我就回家了 一直到胡怡婷的照片 全部爆出来 我才知道他们 到底做了什么 但是那个时候 都已经完了 一切都不说控制了 很快胡怡婷她就 所以那些照片 是李佳佳和周灿拍的 我不知道 那谁发出去的呢 他们找了一个记者 顾俊明 可能是 那赵长松呢 他跟这件事情 有什么关系 我真的不知道 你还记得他吧 最近有见过吗 我们认为吴念生 还要继续做案的可能 他具体想干什么 在什么时候动手 我们还不清楚 所以只能加强防备 尤其是你们 如果有任何的发现 一定要及时通知我们 喂 晓云 好 晓云 怎么回事 找找联队 吴晓梅说吴念生 今天一早联系过他 他知道他人在哪儿吗 他也不知道 他是跟QQ联系他的 就为了了解 你和魏哥的情况 解决什么情况 解决什么情况 什么意思啊 我们查了联系他的那个QQ 然后在空间里面 发现了一些照片 照片呢 这边 这什么意思啊 不知道 我看到的事也吓了一跳 什么时候拍的呢 不清楚 但是上船时间是四天前 那查了QQ 我登录地址吗 他做了加密处理 什么也查不到 我没开了 你们到底干了什么 干什么 我干什么了 吴念生的女儿胡怡婷 你们到底对他做了什么 知道这是在哪儿吗 这件衣服是我最近才卖的 在哪儿 记得吗 就是月初 我带子豪去南江公园那次 你见过吴念生吗 我怎么可能见过 再说我也不认识他 就算见了我也认不出来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你想听我说什么 难道我不认识 也要说认识吗 那他为什么会找上你 为什么会偷拍你和 子豪 你下回房间 听话 爸爸跟妈妈说点事 他回房间 滚 我真的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了 当初所有的事情都是灵在门口的 我连去都很少去 别说什么事都跟你没关系 那个女儿自杀以后 的确有人上门来问我当时的情况 但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照片不是我拍的 人也不是我杀的 可他偏偏就是找上你了呀 现在死了这么多的人 你怎么还能总做什么事都跟你无关 他不光是找上你 还盯上了子豪 你明白吗 发现传票收到了吗 如果你早点答应 我们现在已经搬到上海了 也就不会有些破事了 你就是这么看问题的吗 是你们害死了别人的女儿 现在还连累子豪 跟着你一起陷入危险之中 你以为你躲到上海就能解决问题吗 你说之前有人来找过你 师父年生吗 我不知道再说已经过去十年了 我哪记得这么多 是他吗 我说了我不知道 卫星 人家冷静一点 可以吗 因为这件事情已经涉及到 你家人小孩的安全了 明白吧 现在这种情况还算幸运 因为我们知道他要干什么 还有机会防范 可能是他 可能是他 你记不记得有派人来家里面 纯粹是防止意外 怎么办 他不会正跟这时候关吗 现在不好说 不过他同意在屋子周围装监控 还可以安排两个人在家里面 我来吧 我老大呢 怎么样了 他儿子刚好像被吓走了 我催他进去了 我刚才见林子安了 他还是说 老爷和他都不知道当年的事 吴年山现在已经失控了 我们一定要阻止他 行 我们去检查一下小区的环境 你们怎么还没走 一会儿就走 到底发了什么 没事 他们只是来接我的 是 你没事吧 没事 我很好啊 刚刚老贾 把吴念山吃的药 化验出来了 就要 美食抗定 是一种止疼药 这种药哪都能买到吗 对 不过这种药的药效 只能持续几个小时 而且长期服用的话 患者会对他产生很强的依赖 也就是说吴念山对他有很强烈的依赖 对 老刘 明天能调到他 找到多少人 从明天一早开始 对县城的所有医院药店诊所进行暗访 直到抓到他为止 要不要把通缉令也发下去啊 暂时不用 不让他知道我们找到这种情况 其实啊 直接让他们去上海 说不定会更好一些 大夫 你们这有这个药吗 是康丁啊 有啊 要多少 他提起什么症状啊 肝脏和皮上的问题 对了 你看这个 应该 不是这个 像他这种情况啊 还有可能 买这种 多月节分泰里头皮贴剂 这个是外贴的 其实效果更好一点 而且时间 还要持久一些 这个药需要多少钱一盒啊 这个 四百多 行 那您记一下我的电话 如果见到他给我打电话 胡小军 不会做的 对吧 有点 你怎么在这儿哪里 怎么没做 得那么多 走 小龙 好 查一下他买行动 好 走 行 赵哥 问到了 美食康定 应该就是给他爸买的 这是上山的 难道吴念胜还在山上 好的 我知道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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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惩罚被解除 再只剩命本痛苦 这城市鲜花的陌路 只残留安心的孤独 谁知道这场不明的沿途 只是身不由己的绿毒 用尽全身携手 始终造不出迷雾